美国财长耶伦就高通胀面对议员质询 20日赚3万 核酸检测爆内幕 大旗平对中关税分析 减关税短视 防止下乡了 楼市见顶 美太阳能审查批除新关税 但未减轻中企压力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崔逝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8日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星期二全美国汽油和柴油的平均价格又创下升高 只比5美元低8美分 现在已经有10个州汽油 平均价格已达到5美元或更高 此外 柴油价格亦创下历时新高 以超过每加轮5.7美元 柴油价格的上涨将导致重型卡车的运输成本增加 最终导致各种产品价格上涨 拉高通胀并冲击经济成长 通胀问题成为这个星期国会山的焦点 美国财长耶伦6月7日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 随后将在6月8日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 之前有分析预计 在通胀达到40年高点的情况下 耶伦将面临国会议员他们的严厉考问 据路透社报道 耶伦在星期二的开幕池中表示 美国经济面临着不可接受的通胀水平 以及供应链障碍的阻力 拜登政府正努力解决通胀问题 现在需要一个适当的预算立场 才能在不伤害劳动力市场强劲势头的前提下 来配合美联储抑制通胀 他还指出 美国经济正进入从复苏到稳定增长的过渡阶段 耶伦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 拜登提出的2023年预算方案将减少财政赤字 降低美国人的成本 包括处方药和清洁能源倡议 拜登政府希望看到国会采取行动 增加对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投资 减少对石油市场的依赖 有研究机构预测 美国财长耶伦将在中期选举后离职 耶伦任职财政部长后有不少分析师都警告说 美国经济可能过热 但他在去年曾多次预测墨加上章 章是暂时的 上星期二他承认 之前对通胀走势的看法是错误的 不过耶伦的认错采访 引发了舆论更大声的指责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快速反映主任汤米·皮哥德说 当那些大错特错的人 认在掌权时 美国人怎能相信拜登政府呢? 一年多来 共和党人一直批评 造成美国高通货膨胀的原因 就是民主党去年3月通过的1.9万亿美元的疫情救助计划引发的 上星期尾 耶伦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 因为在他即将出版的传记中 有一段责录表明 由于担忧通胀 他曾试图削减疫情援助法案 但没有成功 而财政部在星期六罕见地发表了耶伦的声明 否认了这个说法 普遍认为 现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将导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由于中共坚持清零 并要求各大城市建立15分钟核酸裁养圈 催生出核酸检测这部离产业 同时也催生出行业的乱象 6月7日 一篇网络题目是 做核酸检测师 我不怕累就怕乱的长文 讲述了一名职业检测师 在北京兼职做核酸检测员的经历 他透露 工作20日 收入超过3万元 相当于在医院3个月的伸水 而在实验室一起检测的同时 还有滴滴车司机和地产经纪人 文章作者毕业在一所 重点医科大学检测专业 五一来北京探亲 因为疫情爆发 他不打误作 做了兼职核酸检测院 北京的朋友对他说 现在北京急缺核酸检测院 基本上 行价就是有 相证的每小时120元 母证熟手每小时100元 相证指的是检测师 与临床基因抗争人员常刚正 中介日日起到发招人需求 作者表示 核酸检测是一个门栏很高的工作 检测员需要了解实验的原理和步骤 而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来就能做的 他说每班次 最少要处理1.5万至2万管的样本 亦是15至20万人的样本 平均每日都工作13至14小时 工作强度大还可以接受 最难受的是 这个行业现在变得特别乱 他透露 有权的人会将熟人、亲戚招离 而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会经常犯错 导致假扬性出现 有几次领导的亲戚出现了重大错误 他得从头再做一次 这比他非常生气 大陆媒体报道说 目前核酸检测员身资 最高已达到每日1000至2000元 拥有护士症的核酸采养员身资 亦达到每日300至600元 但依然面临一人难求的困境 而在疫情之下 难允工作 加上这个职业新筹高 很多无证人员 也就运入检测员的行列 经昌平公安分局发布通告说 近日接到一核酸检测机构报警 查获两名持假护士执业症的核酸采养员 而与此同时 核酸检测机构频频被爆出检测结果造假 6月6日微博业手上的一条消息说 北京朴石医学公司 有7人涉移核酸检测造假被逮捕 而普遍认为 不具备检测能力甚至造假的机构 远不止被曝光的北京这几家 高组朋友 这些聋民商财的核酸检测 内部居然有这么多乱象 这个疫态容易出错和造假了 这个检测数据能准确吗? 居民他们很辛苦地经常排场队去检测 财政还要耗费巨资 这个难道就是社会主义特色吗? 你认为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源在哪里? 如何才能避免呢? 欢迎你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6月6日表示 对抗通胀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无法通过只关注对华关税来解决 重要的是采取深思熟虑 小心谨慎和战略性的方法 对待中美贸易关系 戴琪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讲话中 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原因 不仅仅与中国关税有关 中美两国的关系仍然需要正确的处理方式 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是要搞清楚如何正确处理美中关系 而这并不容易 目前白宫内部对是否取消川普政府的贸易关税政策 仍然存在分歧 戴琪表示 单方面减免对中关税 等于自己减少谈判筹码 他认为对中关税政策 应该作为美国对中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来进行决定 对于中国关税的问题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评论说 白宫准备保留钢类关税 以保护美国的钢铁产业 但他希望能权衡取消家居用品 自行车等产品的关税的可能性 希望资声评论人士南述对此发表评论 他说以降低对话贸易关税的方式 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这就是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以牺牲长期的战略考量 去满足眼前的利益 这就是拆了东墙保西墙 而且目前在国会大多持有这种主张的议员 主要都是民主党的议员 他们实际上想解决的问题 是他们目前面对的11月份 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压力 民主党在2020年的大选中取得了 白宫控制权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多数 然后就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 搞得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 现在民意支持度大幅度下滑 他们很怕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 惨租滑铁路 所以说现在急于以这种方式去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 不解决任何实质的问题 现在楼市并不景气 各地政府都在上方设法 鼓励民众买房 有人气称说 房子要是掌脚 早就落香了 房子动不了 但政府可以鼓励农民进行买房 这样不是就是房子落香吗 看到政府的这招 有人惊呼 这是见顶的信号吗 今年 虽然中共出台了一系列对房市的利好政策 比如降低利率 松绑限售限扣等 但房地产就是乱不起来 而土地销售收入 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 所以各地政府都在上方设法鼓励民众买房 微信公众号中产先生发表文章说 防止下乡真的离了 文章中写道 比如巫石宾湖区就鼓励在校大学生买房 凡是能提供再读证明的 就能获得一个购房资格 还有郑州 即是亲属老人来养老的 子女可以获得一个购房资格 但富传和泡沫最严重的四五线城市 这些招数就不靓了 怎么办呢 政府想出的办法就是鼓励农民进盛 网上看到了一张图 有些好像超市的广告单 上面写着 重大利好政策 你买房政府补贴 他说最早鼓励农民进盛 主要是看中了农民的土地 而现在则变成拉动房地产了 这个鼓励措施是 1.送钱 直接补贴6000至1万 然后契税减半 房价优为2万 2.送工作 扣房给安排工作 具体做什么工作不知道 3.送福利 安排教育学位 享受市民同等养老保险待遇 4.贷款政策 执行国家住房贷款政策 以及公积金贷款政策 这个和之前的汽车下乡政策 真的有点似 汽车下乡也送严金补贴 面购置税 然后贷款优惠 最后还送食用油 大米糖洗衣粉 出台这个政策 是港西小城玉林 这几年玉林的楼市量价齐跌 卖不出去 玉林市人口接近580万 但城区人口才几十万 所以从去年就开始 想出了拉人进城的计划 据说 在玉林上至每个区院 下到每个乡镇 都被分配了拉人进城的任务 目标是到2025年 市区新增上住人口达到50万人以上 也就是每年要拉13万以上的农民进城 才能完成这个指标 弹度很大 他认为当地农民估计很少有人愿意入城 这些人置业后怎么生存呢 就业机会认不多 一些偏远地区开始用行政化的手段去库存 这是楼市见顶的讯号 有网友评论说 地方政府为了割韭菜 什么招数都用不上了 美国政府宣布 不会对太阳能产业征收新的关税 以帮助国内行业减轻供应链压力 但是行业自出 这样的做法 并不会导致中企太阳能行业的压力 也有缓解 根据这个星期发布的声明 美国政府在调查中企厂商是否在柬埔寨 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设置分支逃避关税的情况下 不会颁布额外的征税贴款 法国巴黎银行能源、自然资源和可再生能源负责人 阿德·雅利7号表示 美国对中企调查的影响将继续持续 造成很多不确定性 这会产生连锁反应 导致很多企业和客户希望避免这领域 国际社会谴责中共政府 将超过100万名新疆维吾尔人关系集中营 强迫他们进行劳工活动 这个为来自中国的太阳能产品 蒙上了人权阴影 受中共新疆人权问题影响 美国颁布了对新疆製造产品的禁令 期间中企太阳能组建公司受到直接冲击 被列入制裁清单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 很多中企试图使用第三个离岸公司来逃避制裁 当局准备启动新调查打击这样的行为 在宣布调查中企后 北京又做出了不对东南亚国家增加关税的声明 评论人士何旭表示 美国做出这样的声明 是出于对印太盟友的保障 政府宣布两年内不会对东南亚征收全面关税 是为了鼓励这些国家向印太经济框架扣拢 在不使用关税的情况下 美方调查的目标将针对单独的涉事企业 和与中企有关的离岸企业 这样的做法会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东南亚厂商会极力摆脱与中企有关的投资 以防止遭到单独审测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和分享 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